那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又说了三种的构型 第一种是功率分流 还有丰田 糊透 第二个是串联式日产 以及后来发展出来带一块电池的 埃头问戒 理想万 申兰等等 这个叫做增添式 以及第三种欧洲人的P2构型 以及把P2构型玩出花样的长安IDD 但是呢 你要知道 长安其实也在做一套P1加P3的构型 这个P1加P3的构型 就是今天中国大地上最为流行的一套构型 所以P1加P3它到底是什么 我这么说你就知道了 它是本田 它是比亚迪 你大概就明白了 来我们看一下 P1加P3最早的源头在哪里 有人说P1加P3是因为比亚迪释放了专利 所以全世界才可以去使用 那是扯淡的 P1加P3真正的做法是 本田开发的这套IMMD 这套系统呢 当时是为了绕开丰田的各种专利的森林 所以本田呢 做出了这套系统 它的思路是这样的 P1电机和P3电机 分别是在发动机后和变速箱后 当这个呢 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 P1电机主要是拿来做发电的 而P3电机主要是拿来驱动的 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区分出它的几个工况了 比如像我们再来回忆一下一台雅阁是怎么开的 我从小区一开出来一点火 它是没有声音的 这个时候呢 一脚油门下去 它是靠电池驱动P3电机 给你电驱带起来的 再走到一段的时候 走到三五十的车速的时候 轰的一声 这个时候发动机参与工作了 但是发动机不参与驱动的 发动机呢 这个时候是开始给P1电机带动它发电 然后呢 再把电经过电池给它P3电机 P3电机拿来驱动 这个很熟悉啊 对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串联的一个过程了 然后呢 再走到后面的时候呢 到了高速公路这一段 比如像我们开到一个90100的车速的时候 到了高速嘛 这个时候我的车速的变化也就很小了 可以稳定的打开定速巡航了 它就会自动的把发动机的动力 直接给你切到了车轮上 直接切到车轮上有什么好处呢 我少了一级的能量转化呀 我不用把这个动能转化成电能 再转化回电池的化学能 再掏出来由电机转化为动能 你知道每一次转化它都有折扣的 所以呢 我直接驱动车轮 这个不就厉害了 这就是本田P1加P3构型 厉害之处 当然还有第四个构型 就是如果我突然下加速了 这个时候电机和发动机同时工作 把你的车推起来 这个叫做并联的模式 所以呢 发现没有 P1加P3是有四种工作的 电驱串联并联 还有一个直驱的模式 所以呢 也有人叫它一个串并联的双电机系统 那这样一套系统呢 其实对丰田是一个极大的大型 丰田出来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所干出来的量 本田用了三五年的时间去追上它了 由此可以证明这套系统 它的可靠性 它是非常强的 你想啊 电机进 电机退 发动机进 发动机退 所以这么一来 其实它的控制逻辑是来得非常简单的 最关键的是它几乎没什么专利在 所以 这就让比亚迪美得冒泡了 比亚迪做了一件事情 行 那我们就开始来研究一下 这套本田的构型吧 于是呢 比亚迪就做了一套叫做DMI的系统 跟它的构型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比亚迪做了一件事情 它做了一个本田Pro的事情 首先 它把电压给你升到了570V 把电机给你做上了一个 扁线电机 high pin等等的 也就是说比亚迪把自己的看家本领 全给用进去了 本田没做出来的电机的水平 比亚迪做出来 于是 他就开始给出了一套本田Pro的系统 这就在中国卖得非常好了 大家现在也看到了 那第二件事情是 长城也看到了 长城说 嗯 那我来做做这一套 但长城的思路不一样 长城思路想到的是 如果我一门心思去玩电的话 嗯 这好像有点浪费了 我在发动机端这么多年的积累 所以长城干了一件事 他说这样的话 我就在发动机直驱的这个模式里面 这里也要开玩的 帮助就像我一样的一样的 我和你一样的调子 我和你一样的调子 帮助就像我一样的调子 i don't wanna jinx it baby and trick myself at the spine don't wanna overthink it baby just trick your body to mine baby you give me ice and fire you're giving me wind and rain you're some kind of butterfly baby you can't be near tonight you whip up my appetite don't leave me here high and dry but I don't wanna jinx it baby just knock it oh yeah love I di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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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I don't wanna miss you baby so I stand up and speak in my min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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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you give me ice and fire you're chilling in wind and rain you're some kind of butterfly baby you give me 这个电磁式的简单粗暴的方式 就给你锁上去的这一套 50这也是一套青春版的本田 再比如像一气 它也是本田的构型 再比如像东风 这也是本田的构型等等 这样的系统会有很多很多 所以P1加P3系统 是我们最熟悉的一套系统 它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电感丰富 如果是插电混动的状态下 那它真的是可以完全当一台电车来用 尤其像比亚迪 会刻意的去把自己 电的这一块做得特别强 哪怕是在这种高速公路的这种状态下 比亚迪也更倾向于用电来驱动你 而用发动机来发电 把自己变成一个理想万 增程式的这种方式 OK 加上了这一套大电池以后呢 P1加P3在中国简直就是 飞起来了一样 每一家企业都在做 当然它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 溃电状态下的时候 P1加P3还是一条虫 尤其是它在没有电的时候 它不能够通过一个发动机的直连 这是它最大的硬伤 所以说完了这一套P1加P3的构型以后 我们就得来说另外的一套构型了 来我们再次复习一下 第一个我们说的是功率分流 这是丰田福特 第二个我们说的是串联的系统 这个是日产 这个是理想万 是深蓝03是埃头问界 对吧 我们说了一套并联的系统 这是大众 奥迪 宝马 再比如像有长安 我们还说了一套P1加P3的串并联系统 这是本田以及大把的中国企业 所发展出来的状态 但是我要说到下一套的构型 我认为这是所有的混合动力系统里面 最为精妙的一套构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